然后接下来咱们要看的就是怎么样用python实现出来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回归 虽然说是个最简单 但是这个代码量说白了也不是那么小的 这个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咱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用python实现出来一个咱们继续算法的一个模型 那首先咱们要做一个模型 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首先递有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 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简单 咱们现在先说一下我任务吧 我的一个任务就是说 现在我要去国外留学了 然后去国外留学的时候 他让我填一个成绩单 然后我就给他填了一个成绩单 在成绩单当中 他就是去写了两门功课的一个成绩 两门功课成绩写完之后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人能不能被一个学校所录取 所以说现在我们先干第一件事 就是导进来我们的三大件 第一大件是numpy 第二大件是pandas 第三大件是matplot 突然全然下 我们是把它叫做 咱们数据分析的一个三大件 然后这里第一步要干什么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说 首先我要先把数据读进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数据长什么样子 所以说我们通过pandas.readcsv readcsv相当于是 先把我的数据进行一个读取 读取完之后 第一步要干什么 第一步我要做的就是 先看一下数据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咱们先来看 我传进来的什么 传进来是个pass 也就是说首先你知道咱们读数据 数据是长什么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hider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的pandas 如果说你用pandas读数据的时候 一般默认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一个hider的什么 我们的hider就是等于它那么第一行 所以说有的数据第一行它是一个列明 有的时候呢它的第一行就是它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时候啊咱们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下 在我的数据当中啊 第一行它并不是一个列明 所以说我先不让它自己指定一个hider 我就把这个hider指定成一个乱值 然后呢我想自己指定 哎第一个列叫什么 第二个列叫什么 第三个列又叫什么 所以说啊在这里我就是 所以说啊在这里我就是指定个names names是什么 我的数据当中第一列表示着 第一个咱们的一个考试成绩 第二列呢表示着第二个考试成绩 第三列呢表示着最终啊 这个人他到底被录取了还是没有 所以说呢当前我的数据啊 它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前两个列是我的一个特征 相当于是exam1和exam2 后两个列呢 后两个列啊就是我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被录取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我看了一下数据之后啊 这数据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然后接下来呢 我通常情况下会打印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datafirm.shape 一个datafirm.shape相当于是 先看一下数据的一个维度 数据啊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二维的 第一维表示着数据样本的个数 咱们现在第一维多少 等于100说明咱们现在数据一共是有100个的 第二维呢第二维是3 表示着咱们每一个样本 它是有三列有三个值的 这样呢我就先求出来了 当前我的数据它是长了什么样子 求出来数据长什么样子之后啊 现在我现在挺好奇的 就是说我写这个这个有一个成绩一 有一个成绩二 然后它有个标签就是要么是零 要么它是一个一 然后呢现在我要来看的一个事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它是零或者说它是一 在图像当中啊 它会长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要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啊现在啊我要用我的一个metaplot进行一个画图 画图的时候啊咱们再来看 首先呢在这里啊我自己进行了一个指定 我指定了一个portive指定了一个native 相当于是对我的0和1啊分别指定了一个正例 还有一个复例 对于正例啊和复例我分别要画出来这样的一个图 所以说呢咱们来看怎么指定正例复例啊 在我datafirm当中指定我的mate这个列 看一下它是不是等于1 等于1的我就拿出来当成一个portive等于0的 拿出来当成一个native 这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指定 指定完了之后啊咱们再来看 现在我要进行一个画图 画图呢就是用metaplot指定出来 首先啊指定出来我画图的一个大小 这个figure size啊相当于是咱们指定出来的一个画图域 这个画图域啊它的一个长和它的一个宽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咱们现在再来看 指定出来一个大小之后啊我要画图了吧 通过一个三点图 我用我ax点咱们的一个三点啊 再画一个三点 相当于是把我的一个正例和一个复利的成绩 分别画上去 直播说正例啊和复利我分别带上一个标签 以及呢带上了一个颜色 下面啊就是我画图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画图的一个样子 这个样子当中啊是不是有叉叉有圈圈啊 相当于是我两个类别 这就是把我的两个类别啊又给它画出来了啊 在图样当中就是被录取的啊 是这个蓝色的 没被录取的是红色的 它这个整体的图像啊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两类点啊 其实上能不能分啊 应该是可分的吧 咱们在这里可以画出一条决策边界 这条决策边界呢 就可以把我这两类点啊完美的给它分的开啊 这就是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相当于啊是我画出来啊 咱们先把它的一个图啊 进行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展示 这一块呢咱们用到了一些工具啊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python的工具不太熟悉 可以看一下给大家上程好的那个就是 Numpi Pandas还有MyPlot以及Cybra 这个怎么样进行一个python操作啊 已经进行了一个已经上程好 大家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那下面我要干的一件事就是 现在我的数据也有了 算法呢给大家推导过了 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一件事就是 怎么样去把这个算法给它实现出来 要实现这个算法啊 其实上来说啊并不是很难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模块 把这个流程先写好 接下来呢按照我们的流程 按照这个模块一步一步去走就可以了 首先呢写出来啊我们的一个标题啊 我们的标题叫做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为什么叫做逻辑 这个为什么叫做回归啊 这个问题啊就是并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 原始论文作者当中啊 他认为给它叫做逻辑回归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就一直啊沿用了人家的一个英文的叫法 logistic relation相当于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咱们来看吧 我的目标干什么啊 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类器 所谓的一个分类器啊 就是说你构造出来那个决策边界嘛 在我的这个决策边界当中啊 是不是涉及到了三个参数 C的1C的2还有C的0C的1还有C的2啊 C的1对应着我的一个第一个考试成绩 C的2对应着我第二个考试成绩 C的0啊对应着咱们的一个偏执项吧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有三个参数要求解 有这样三个参数要求解啊 咱们该怎么办呢 第一步啊就是说 首先啊咱们要设置一个预值吧 设定一个预值啊 相当于是我c的函数 最终得到的是一个概率值 要把咱们的一个概率值转换成我的一个类别 所以说我一般啊情况下给摄成0.5就可以了 就是说大于0.5我认为它被录取了 小于0.5我认为它没有被录取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预值 然后呢接下来啊咱们要来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事 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一块给大家分模块的写了 咱们也要完成这么多个模块 在这些模块当中啊 就是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思路去做 也可以啊就是把这个模块 咱们当成自己的一个独立作业 咱们先自己尝试啊去写一下各自的模块 然后呢实在咱们写不出来了 再看我这个代码也是可以的 咱们写不出来了